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亚中狂轰朱立伦 别以为立委席次有增加就叫漂亮的成绩单 当总统惨败国会又没过半 朱立伦早该下台 失去了总统权利 其实就是一个大败了 朱立伦主席 难道你应该不负责任吗 朱立伦主席已经担任过两任党主席了 两次总统大选 你都落败了 你们还认为朱立伦主席 能够承担着 彻彻底底改革的重任吗 如果朱立伦 还眷恋前卫不下台 会被别人看不起 一个赖的位置不走 自己眷恋前卫的党主席 你将来如何要求我们的党员 做到承担责任 你自己在未来的一年半 你将会如同行尸走肉 每个人看到你 当面还会吐你的口水 国民党国会没过半 民众党也可能支持绿营 张亚中这么看 他也不会现在就跟国民党绑在一起 或者跟民进党绑在一起 他不会现在就变成小绿 或者现在就变成小蓝 民众党一定会走他自己 白色力量的道路 大选过后 蓝营监讨声浪四起 但党主席朱立伦至今没出面 只在脸书道歉说遗憾 似乎让基层的怒火烧不完 2024大选过后 国民党成为了国会的第一大党 但仍然必须要靠政党合作 才有可能在国会过半达到有效的制衡 那么柯文哲的民众党有八席的立委 到底会挺谁来当立法院的龙头呢 昨天民众党开出了条件 他说先出考题 看蓝绿要不要打考卷 等蓝绿都提出答案之后 我们再讨论要怎么做 请蓝绿先对国会改革表态 我们根本不在乎人选是谁 那么就要求蓝绿必须要 答应他们所谓的四项的具体承诺 好了 赵老康怎么说呢 赵老康倒是很干脆说 他认为这四项都是很 应该说是很直接了当 只要你愿意做就可以做的事情 战斗兰是支持的 倒是民进党给民进党一个软钉子吗 民进党说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应该以是否适任为考量 而非先以各种诉求为前提 所以看起来民进党 好像没有要买单的样子吗 王宏偶尔怎么说呢 他说蓝营是支持国会改革的 可是民众党的态度反反复复 在选前说愿意支持韩国瑜 可是选后又说和蓝绿都能够合作 虽然说关键的少数希望取得主导权 可是他们对于民众党的立场的转变 仍然感到担心 会不会蓝营答应说要支持这四项的条件 有了这四个具体承诺之后 最后民众党的态度又变了呢 好我们来看为什么大家对民众党的态度 感到如此的担忧 好那么在选前的时候 2023年12月1号 当时的黄珊珊怎么说呢 她说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政党轮替 柯文哲的苦很多人不知道 也听说我现在是历史罪人 但是让贪腐政权继续执政的人 才是真正的历史罪人 好了这句话是黄珊珊自己说的 好倒是到了现在呢 选后呢 现在呢很多人说 那你黄珊珊是不是历史罪人的时候 她说如果现在还要在立法院 跟我们合作的话 请问你的态度应该是像这样的吗 态度变得很呛哦 但是这话不是你选前自己说的吗 让贪腐政权继续执政的人 才是真正的历史罪人呢 所以啦那黄珊珊你自己说 现在到底谁才是历史罪人呢 而事实上在选前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民众党的 这个副秘书长徐甫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如果在三党不过半之下 国民党提这个韩国瑜 来当立法院长的话 我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是一定会支持的 那当时徐甫你这样说 今天你的态度又是如何 要不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让大家知道民众党到底 有没有在意自己在选前 曾经说过的话呢 好了选前说要支持韩国瑜 选后变成跟蓝绿都能够合作 面对民众党的 很容易反复的过去的历史 国民党还能够信任 跟柯正寅合作吗 政治我们说讲求诚信 那么柯正寅的态度 看起来似乎真的是 有点反复 为政者是不是只要能够 摸得政党的利益 什么承诺都可以 之后呢重新再来检视 再想想要不要承诺 要不要答应 要不要遵守吗 立文 选前的时候 大家对柯文哲讲话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每一次在谈蓝白河的时候 柯文哲很喜欢问说 国民党到底谁说了算 记不记得 他很喜欢这样讲 现在换成是 国民党要问他说 那民众党到底是谁说了算 柯文哲在选举的期间 他为了要拉韩粉的票 所以他一直对韩国瑜 释出非常大的善意 甚至一度 那时候还在蓝白河的期间 中晚期吧 都一度还期待能够 譬如说柯涵配 那在选举的末期 其实在过程里头 蓝白就搞得 事实上是双方都有气了 那在选举的结束之后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彼此都说 对方才是真正的战犯 现在还是非常的对立 跟不愉快的 尤其蓝营对黄珊珊 非常的不谅解 那么抓战犯 抓黄珊珊 那接下来问题是 政治是很现实的 而且很快速的必须往前走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马上就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马上就要面临 立法院院长的选举了 那对三个阵营来讲 都是考验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对民众党来讲 因为他是小党 所以未来的四年 从现在开始 他就告诉你 他会怎么做了 对一个小党来讲 就是他要标榜 他们才是最改革 最进步的力量 所以在每一次的话题 每一次的法案 每一次的政策 民众党一定会标局 我们主张 一二三四 那么呢 只要谁 愿意支持我们 我们就跟他合作 如果是民进党 我们就跟民进党合作 如果是国民党 我们就跟国民党合作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确立 他是关键的少数 未来四年国会的议题 都由民众党 白色力量来主导 他们是真正的明星 主导议题 第二 选举的结果 最后谁赢 也由他们主导 这当然在民众党来讲 他一定是这样 玩这个盘的 那么 民进党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来赢的人 都假设说 因为民进党 毕竟掌握了行政资源 那是一个庞大的人事 跟各方面的资源 那民众党 想要壮大自己 要养人 如果民进党 释出一定的资源 跟位置 民众党就很可能 会倒过去民进党 好 问题是 来了 民进党 会这么做吗 我觉得莱怡 从来不问这个问题 都觉得民进党 一定会这么做 好像 我不认为 我真的不认为 因为民进党 尤其是新潮流 跟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就是佛心来的 那么 但 这可是一群狼啊 对于新潮流来讲 我过去 有跟柯文哲 也有跟黄国昌 共事的经验 合作的经验 曾经是非常亲密的战友 最后是严重翻脸 不是不欢而散 而是在这次选举的时候 柯文哲是说 新潮流不倒 他不是说民进党不倒 他是说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所以 对于过去 是怎么翻脸成 这么的严重 第一次选市长 是完全靠民进党 而且跟新潮流的 紧密结合 到最后完全反目成仇 那我觉得 对于民进党的 这种战狼的性格 他会去评估 对于黄国昌等人 这个民进党 柯文哲的党团 他不是反复无常而已 他会虚索无度 而且所有的credit 都变成民进党的 都变成民众党的 民进党反而变成了民众党的 跟班似的 那我认为民进党 不会轻易的陷入这个局 我认为民进党 宁可战 宁可战 宁可战到我今天 国会整个的是焦土 我不一定会输啊 因为他虽然不是第一大党 可是他跟第一大党 也不过查这么一两席而已嘛 所以等于是平手 你要知道 因为在立法院里头 不可能分分秒秒 每个立委都在立法院啊 你看每次在立法院站的 就是这些人嘛 所以 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他必须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 那对民众党来讲 如果他自己投自己的话 那最后院长还是花落谁家 还是蓝的嘛 因为蓝的还是比较大嘛 再加上无党籍也支持蓝嘛 应该是如此啊 那么我认为 不管怎么样 今天如果民进党 要跟民众党弟友 绝对不会按照民众党的路径图去走 绝对不会的 他一定要抓着这一个主导权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是不信任柯文哲 他也不信任黄国昌 如果就算只有一个黄珊珊 对民进党是友善的 是不够的 因为黄珊珊不能指挥民众党的党团 如果今天黄珊珊已经夺权 整队成功了 已经把柯文哲斗倒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今天柯文哲 虽然他是一个阳春党主席 但刚选完 超过350万票的政治能量 还有他个人是整个民众党的招牌 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你说我把柯文哲马上就虚伪化 马上他就被我 我觉得很难啦 所以真的有这么的民众党 民进党不是吃菜的啦 不是吃素的啦 那回过头来讲 所以国民党也必须去 像我刚刚说的 去思考 那么你接下来的战略策略怎么走 所以民众党他当然会讲说 我case by case嘛 我哪有一定当谁的小函呢 他如果现在就决定了说 好未来四年蓝白河 他就是蓝的小函呢嘛 他如果现在就决定了 未来四年跟民进党合 那就民进党给他很多东西 他就是分赃了 我跟你讲 黄国昌还很年轻 他不会在这四年内被收买 我的意思是说 他对政治还有庞大的野心啦 这个时候是他最好的舞台 那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就是要去思考 对民众党来讲 他想要case by case 也不可能蓝跟绿啦 在未来真的每一场仗 都让白的这一群 关键的少数来主导立法院的议题 所以未来我才会说马上 好立法院就有很多好戏热闹上场 接下来好像很热闹的样子 对于民众党的主战派选前 释出了很多消息 包括很多人说 是不是有所谓的假民调 害得民众期盼下架 贪腐的愿望破灭 有许多人就说 那黄珊珊不是说 谁让贪腐政权继续执政的人 就是真正的历史罪人吗 那是不是他呢 黄珊珊就反呛说 国民党你还想要 跟我们在立法院合作吗 那你应该是这种态度吗 网友就挖出了选前民众党的 副民署长许甫 在媒体上曾经挂保证说 一定会支持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那现在民众党的态度 却又好像变成一个高姿态 要代价而沽吗 选前柯文哲喊话 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 但现在是新潮流要执政了 所以选后的柯文哲 他打算要帮新潮流全面执政吗 他会做这样的选择吗 这个孟凯怎么看 有一句话说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我想刚刚立文姐一期话 就是最内行的一话 所以说真的 短短几句话里面 就把现在的局势分析得非常透彻 我觉得这个是近期内 我看到最分析透彻 而且最了解内幕的一个评论 好 我自己在选举的时候 最后一个月 我在发文宣 我写了一段话 我写说民主要制衡 拒绝一党独大的乱象 民众很有感 民众受到这个面指的时候 他特别跟我讲 是说对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一次绝对不能再一党独大 而且不能再有这样的乱象 为什么因为这过去八年 很多的乱象是什么 就是没有制衡了 民主我们讲是说 民主就是要制衡 可是过去这八年 没有制衡状况 变成行政部门 予取予求 立法院好像变成是立法局要 而且很多的民意代表 变成是党一代表 很多的民意代表 变成是投票部队 所以这一件事情 不能再发生 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说 现在三党不过半的情况下 虽然国民党是国会第一大党 可是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过半 而民众党扮演关键少数的时候 在这个节股业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绝对不要再想是说 如果你还要让民进党 一党独大的话 我觉得民众也看不下去 也因此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民意最大的时候 2350万人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不要再一党独大了 我想这是任何人看到 上个礼拜六的开票结果出来之后 都应该有的清楚认知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也认为国民党在这一次 不管是二月一号 马上到来的报道日 然后马上要选政府院长的时候 我们也不应该沦为说 少数人的条件 我们要去满足 或是要符合 或是我们要去迎合 而是我们也应该要去参考 2350万人 现在到底要的是什么 其实民众要的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人民要的非常简单 人民要的是什么 人民要的其实就是 我们需要展现出立法院 回到以前是人民的立法院 回到以前是有监督制衡能量的时候 也因此我觉得说 与其我们现在在讲说 各党团有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要去符合 我们倒不如国民党自己也要提出 我们自己的人选出来以外 我们也要告诉大家 是我们在第一会期 我们在首先 我们的首要目标 首要条件已经首要的优先法案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 因为与其我们要去跟各政党沟通 各党团沟通 我们倒不如诉诸人民沟通 人民的诉求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样子 我觉得也才可以避免 见树不见灵的一个状况 那最后我也必须要讲 院长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院长的功能很重要一点 就是维持意识的正常运作 过去我们常看到在总咨询的时候 民进党的行政院长 带头呛瞎拍板这些民意代表 他以为是在跟民意代表呛下 其实他呛的是 民意代表所代表的人民 也因此院长没有作为的话 就是让行政官员嚣张跋扈 而院长如果有作为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要求行政官员 马上制止 并且来符合这个议事规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点 我相信国民党能够推出来的 好的院长人选 一定是可以持平的来维持 接下来的议事规则 这一点也是我们认为 好的议长 好的院长 应该要做的事情 选前 柯文哲为了要抢韩粉的选票 一再保证说 到时候会支持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结果现在黄珊珊说 谁当院长他们并不在乎 好 先不说如果国民党助攻 这个可以看到 民众党如果助攻绿营 在立法院固办的话 那不是民进党就再度是全面执政了吗 那要谈国会改革不就是一场幻想吗 那么今天国民党中央也表态了 说未来的国阵议题方向呢 就是要以去年蓝白政党协商会议当中的 强化国会功能等四点的共同声明 来推动台湾的第三波民主改革 所以即使现在蓝白已经走向了分手 但蓝营还是没有忘记当时的他们曾经有签了这样一个合约 要遵守当初两党的共识 反观柯正英怎么现在自己又开辟了新战场呢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了 这回他们提出来所谓的四个要求的具体的承诺 到底用意是什么呢 到底是为了人民还是在谋取自己的利益呢 他用意很简单 表示我虽然小 但是你们要听我的 那听我的谁加了我就是过半 过半的话那眼前二一 立法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我们要支持谁就谁 简单讲他的道理就在这里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八席里面 其实我多数也都认识了 只有黄后汤当过立委 那黄后汤也显然以老大哥在里面做领导 你看就是他跟黄珊珊 所谓的民众党的双簧抵制 黄珊珊没有当过立委 但黄珊珊她是非常亲民进党的 她跟民进党交情非常好 那大家今天看到的情况 她其实气氛很诡异 既然大家要改革国会 那国会在野党又过半数 当然是一个好的机会 可是在野党所谓蓝白 她又貌合审理 因为她是竞争关系 所以显然的 少数的民众党 她希望能够主导议题 以我来主导 那国民党 国民党52席 再加上两席盟友 54也不够半 你至少还要三席才57 才会够半 所以国民党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这个 既然的话我们立法院的龙头 立法院长很重要 是应该给韩国瑜说 应该跟他合作 那你如果跟他合作以后 以后是不是四次都要听民众党的 那我们为了一席院长 变成是属于民众党的 这个怎么讲也讲不过去 何况国民党里面有很多新人 这些新人都有很多包袱 他没有过去的包袱 那他凭什么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也有他的一个处境 那我想其实显后 大家可以看到 民众党有些面貌就慢慢的出现了 譬如说显田要打贪污 结果要投票的时候 前台湾最有名的贪污 陈水扁立顶他 真的好笑 陈昭芝排第三名 不分级第三名 他的证件只有一条 特色陈水扁 台湾大概也没什么人能够接受 可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不太在乎贪污 民众党是一个蛮贪污的党 是不是 高宏安贪污罪起诉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劳动局长政务官 陈信仪贪污罪起诉 他也没有漂亮到哪里 柯文哲每天在呛别人 别人都贪污 我跟蓝力不一样 我不贪污 你的党都在贪污 我讲其实 有时候一个党大了 很难免台湾的政治情况 可以看到 可是你一个党这么新 就在干这种事情 就觉得很新鲜 就好像时代力量 大家觉得太阳花很新鲜 太阳花的党主席是个贪污犯 习永明 贪污罪起诉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台湾的人 虎化 贪污 贪污 他是非常快的 他只要看到有利益 他就马上此时不贪 要更待而时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对很多人的面貌 是经过很多长期观察 都不一定准 那台湾民众党 他虽然想 努力去带领 可是老实讲 台湾民众党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诚信 他跟你承诺了 保证了 他将来不会堆现 他也不在乎 他牵了白纸黑字 他也不在乎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恐怖的 一个合作伙伴 因为他如果这样 事事都不能让你觉得可以的话 那怎么办呢 黄国庄自己当过立委 他有没有在立法院推过 国会听证的制度 没有啊 他现在提出四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这个 他有没有在国会推说 我们人事审查要怎么样 没有啊 他现在提出了第二个条件 这个 他提出了我们要 立委要立意回避 那不是更好笑吗 黄珊珊为什么要当立委 他就是不想回避要进去 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他很怕他的哥哥 会被立法院找去问啊 会查海昆浩啊 所以我觉得 讲这个东西只是表示 我有先发表 然后我先战为赢 立法院没有这回事 好 当然现在蓝绿都希望 能够挑战立法院的龙头大位 但是民众党就要求 两党都要来对他做政治承诺 换取他们的支持 民进党发出声明表示 政府院长要看是不是这样 而不是以各种的诉求 作为前提 看起来似乎是不打算 要理会柯文哲阵营的叫价吗 好 过去在蓝白和过程当中 大家都看到 其实柯文哲是签了名之后又反悔 而过去民进党跟柯文哲的合作当中 似乎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家瑜 你认为这一次接下来 下一个任期的民进党的国会 应不应该跟柯文哲再合作一次呢 我觉得当然是看议题啦 就是说不同的议题 如果这个民众党愿意支持 包括说今天民众党所诉求的 国会改革的理念的话 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基础 我觉得当然就议题方面 愿意来支持民进党 愿意有共同的价值 可以来合作的话 我们还是展开双必有 那国民党现在因为过去的蓝白和 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验 所以到现在立法院的这个龙头之战 看起来几乎国民党的这些 不管是名嘴啊 或者是这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其实对于跟民众党合作 可以说是心生恐惧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包括说韩国瑜如果要当立法院院长 未来大家也会有相关的疑虑之下的话 民众党要如何选择 其实当然也考验民众党的智慧 因为毕竟民众党现在是关键少数 他支持谁就等于是谁当立法院院长 可是因为毕竟从过去的太阳花学艺 到现在韩国瑜 有可能担任立法院长等等的这些争议 都可能让这些支持民众党的年轻选票流失 那相较之下 游锡坤确实是比较安全 而且比较符合过去 游锡坤跟柯文哲的关系也不错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还是必须要看说谁比较适合 比较有能力来担任立法院院长 那目前看起来 游锡坤确实在过去担任的经验 还有过去执政等等的这些历练上 在诚信 在操守 在各方面都是比较值得大家信赖 也是一个比较稳重的立法院院长的人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那么朱立伦辅选后 由于失利党内也冒出一些要求 朱立伦要辞职的声浪 反观硬要拼一次的柯文哲 也被问到说 那你是否要为了败选来请辞党主席呢 好 柯文哲就说了 不行 因为现阶段 如果他辞掉党主席的话 那民众党就会四分五裂了 这样一个说法呢 前立委林卓水跳出来酸他 他说这不是四分五裂吧 他认为如果说 这个柯文哲请辞了民众党党主席的话 那整个党就不见了 他就是酸柯文哲 是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他也问柯文哲 因为选前柯文哲说 潮水过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所以林卓水就问柯文哲说 请问柯文哲到底是谁没有穿裤子呢 好 网友怎么看呢 网友说你看 一个人辞掉了党主席之后 这个党就会四分五裂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政党呢 还有网友说 党主席是最后的服务 不然的话如果辞掉主席的话 恐怕柯文哲就会失去了舞台吗 网友说是依神教怎么辞 先检讨一下假民调吧 很多网友都直说 民众党是不是真的是有假民调的问题 也有网友说辞了就会四分五裂 但是不辞的话会七零八落舍柯批其谁 真的是笑死啊 好 来看看赵绍康是怎么看待呢 赵绍康说选前几天 其实主要的民调呢 都是赖销领先侯康大约是百分之三 但是柯文哲其实在各方的民调 除了民众党的内参民调之外 都是排行第三 而且差距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网络上面他发现有几千个假账号 在大量的传播假民调 说柯文哲已经接近第一名了 有人说只差二十万票啊 他说令人大开眼界 中选会数发布束手无策 竟然有这么多人都相信 难怪台湾是诈骗天堂吗 年轻人知识分子竟然也都轻易的上当了 赵绍康说他在选前估算的时候 认为侯康的选票大概会有五百八十万左右 结果他认为是少掉了一百一十三万票 他认为这一百一十三万票呢 可能是没有投票或是跑到柯文哲那边去了 选后有不少投柯文哲的人感到后悔 但是也来不及了 屠呼覆覆又能够如何呢 好 这两天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个知名的实况主统神了 因为他真的是很崩溃 在网络上大骂柯文哲 他说啊 哇 我们现在要准备来洗淫 陈时中回来当行政院长了吗 那这战犯到底是谁呢 就是柯文哲 他说我一定会跟柯文哲对抗到底哦 还说四年之后要赢回国家呢 你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想要赢回国家吗 统神说他在选前跟他妈妈说 我保证柯文哲绝对超过百分之二十七 怎么可能没有百分之二十七呢 结果全转还真的没有百分之二十七 是百分之二十六 所以让统神对柯文哲非常的失望 他说烂死了 多少台湾人希望政党轮替啊 就算柯文哲不想要做副手 你也不能够做假民调吧 统神也认为他自己是被民众党的假民调给骗了 好 医师沈正南怎么说呢 他说蓝白河的过程当中 柯文哲就是毛毛躁躁翻起翻倒 选举结果证明柯文哲犯了许多的错误 弄了四年 结果只增加了三席的立法委员 而主帅跟人家协商还没宣布结果 幕僚就在旁边掉眼泪啊 幕僚喜怒不能够形于色 这不是基本的伦理吗 以目前的幕僚组合来看 他认为柯文哲在四年之后 恐怕还是会犯相同的错误啊 好啦 先前呢 黄珊珊一直说柯文哲会赢 结果最后柯文哲稳居第三名 保送了赖清德 而选后啊 柯文哲黄珊珊现在呢 迎接了民众党和他个人的高光时刻 可是完全没有一个人 为最后政党轮替失败出来 道歉负责耶 那套用黄珊珊的逻辑 现在到底谁才是历史的罪人呢 立文怎么看 对啊 当然败选了之后 两党的主席 不管怎么样都要负最大的责任 其实就算这个过程都没有犯错 都很完美 照政治的伦理来讲 都应该要负责下台的 当年民进党第一个建立 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典范的是许信良 他当时是大胜的 只是没有达到许信良那个不可能的高标 所以民进党大胜的情况底下 许信良还是辞掉党主席了 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有没有犯错 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重大的天灾人祸 那难道是那个部长去放火的吗 那我们的普悠马发生这么重大的灾难 难道是部长贪污 然后还是部长去 不是嘛 这叫做政治责任 如果是你犯的错 我们讲说在执政的过程当中的话 那就要有刑事责任 不是只有执政者你要被抓去关了 好那回过头来 但是两党的这种 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 现在的这些很特殊的体制 使得这样一个政党 我觉得国民党是经得起党主席辞职 那国民党的问题是党主席不辞职 你奈他你无可奈何嘛 那还好我就讲会有任期啊 明年会改选 那民众党是因为小党 然后柯文哲讲的也是事实 他如果辞掉下台的话 那民众党真的会群龙无首 马上就混乱 然后四分五裂 听谁的 但这就是凸显出 基本上民众党他的年纪真的太轻了 然后柯文哲本身又是素人起家 那他招兵买马里头多数的人也都是素人 除了像黄珊珊这种 其他其实很多都是素人的年轻人的一个结合 所以面对这种严酷的全国性的选举的考验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完全是靠支持者的热情 然后年轻人自动自发 甚至于发动了很多的这些活动 很棒的这些slogan 并不是柯文哲他的团队 哇 很厉害 很会打选战 很会操兵 不是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他人很少 然后他的临时的一个组合 再加上黄珊珊并不是一个称职的 他并不适合 他完全我觉得黄珊珊是没有能力以来操盘的 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的出来 所以这个选战不是柯文哲有一个很好的选战团队 然后带动这个选战的声势 不是的 他是他的支持者在推着他们走的 他跟他的选举团队 不管在人力 在资源 在能力上面 其实都很难撑起这样子的一个大选 所以我才会一直呼吁说 今天你关心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或关心你个人政党的发展 你要去分析跟理解那股政治力量 他的心情 他的想法 那回过头来 黄珊珊这个历史罪人的帽子是戴定了啦 但是败选了 一定很多人都要负起很多的责任嘛 但问题就是说 现在这个正式的局面 这个政治的局面 我刚刚讲了 在第一线的国会 到底未来要怎么样走 第二 每个政党回去 会反省吗 事实上三个党都是输的 民进党是输的 而且输得很惨 可是他执政了 国民党是输的 只巩固了基本盘 而基本盘严重的萎缩 民众党是输的 虽然民众党 他其实比较小输啦 因为他有成长 民众党是唯一三个力量里头 有明显成长 但是 跟他们自己的疫情 那个落差也太大了 凸显出他们在政治上 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 那 接下来这个党呢 民众党也会面对 很多严重的内部的问题 以及他们缺乏经验 在这样一个政治局面里头 会不会马上 就经不起考验 三个党都是输的 所以 未来 哪一个党 能够痛定思痛 真的面对自己的问题 哪一个党 真的能够去思考 台湾所有 这些人民 我说社会力的思考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对民进党 彻底失望 为什么对国民党失望 你要去理解这个原因嘛 那 未来这个党 就有希望 那如果 今天民进党 都已经 丧失人心这么的严重了 还在那边沾沾自己 说好 我赢啊 那 四年后 赖清德 一定都待了 好 不少呢 这个民众党的 这个 这个 支持者的 还有一些呢 所谓的中间选民 因为希望能够 下架 贪腐政权的人 都说是 听了民众党呢 主战派的 选前的一个分析之后呢 认为柯文哲会赢 把票投给柯文哲 结果下场就是 六成想要下架 贪腐的民众 最后看到了 只有四成基本盘 支持了赖清德 继续执政 那么赵文哲就指出了 选前十几天呢 主要的媒体啦 民调的数据啦 全部都显示 赖销呢 就是领先侯康 大约3% 甚至是还呈现了 麻花交缠 而柯文哲却是 稳居第三名 有一段落差 但是呢 接下来却发现在 民调封关之后啊 几千个网络上的假账号 不断在放送 所谓的假民调 不是说 柯文哲是第一名 要不然就说是接近 坐二望一 赵康也很感叹 也很惊讶 说竟然这么多人 都相信了 年轻人啊 知识分子 都这么容易上当吗 他说难怪 台湾是诈骗的天堂 好 这个柯文哲呢 不管他是被人家骗了 还是说呢 他有心要来操作 这样一个假民调吗 但不管怎么说 最后相信他的人 不然就是他的支持者 不然就是希望政党 轮替的人呢 所以就像统神骂的 柯文哲 如果说他真的是 已经知道他自己 不会当选的话 那他就算不想要当副手 也不能够骗人吧 孟凯怎么看 没有错 我先讲四成基本盘的 民进党赖金德执政 我想民进党一定要先认清 你是少数总统 少数执政的事实 六成的民意 其实是不希望 2024年民进党 再继续执政的 也因此 虽然因为萨卡多的关系 你们获得了执政权 但是2024年 如果说你们还想要像过去几年 这样的一个手法 或是经营方式的话 很抱歉 你们的任期 也就只有到2028了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再来第二点 当然社会现象 一般能讲是说 这种会骗 会最亲密的人 其实会伤你最深 然后呢 有容易取得信任 你才有可能骗人 也因此这个 真的你要 如果说社会现象里面 真的要诈骗的话 也都是由信任的人下手 那我们想说 其实事实就是最后这十天 封关民调之后 各三个阵营里面 都在巩固基本盘 民进党从过去到现在 他们在这一次选战策略 很简单 他们根本没有想要拓展 中间选民 他们根本没有想要去挖 蓝营的票 他们就是把自己这四成的票 雇得铁铁铁丝丝丝丝的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当选 而民众党跟国民党 那个时候也是希望说 因为互有可能会有 棄保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然第一要件 是先把自己的基本盘给雇注 不要流动 再想办法去挖 只是到最后没有办法 去做这个集中选票最大化 那我们讲是说 其实带假账号 带风向有没有效 如果说真的依照 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有效的话 那也确实真的有效 这也无怪乎过去 民进党执政八年的时候 很多的政府部门 不也都在养网军吗 而且只要发生任何 对政府不利的事情 对民进党执政不利的事情 就会有看到网军 就看到假账号 来带风向 来掩盖事实 天下太平 粉饰太平 最明显几个例子 我举一下 石班女那时候一进外销 马上很多的网军 假账号可以讲说 太棒了 班班有石班 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吃到石班了 太好了 别人不吃我们那么好的东西 你不要吃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吃 后来班班真的有石班吗 没有做不出来 学生其实没有办法吃到 而农民渔民的那些石班 卖不出去 渔民的损失谁负责 到时候还不是政府拿出来补贴 外交断交 昨天我们又一个外交邦交国断交 现在八年里面已经断交十个了 我们真的不希望520之前 还有再断交 拜托求求你 这不是预言 这不是诅咒 但是我希望民进党政府 应该要好好的看中 但是石格邦交国 当每一个邦交断交的时候 那个假账号怎么带 他说赶快慢走不送 这个都是我们出钱的 这个都是我们纳税前去的 所以你们赶快断交 断交最好放鞭炮 断交真的是好事吗 但是就是有这种无脑的假账号 故意带这种风向 然后刻意粉饰太平 好像断交一个 反而是我们有赚到 我们有加分 民众就这样子活在 这种虚假的一个泡泡里面 所以当假账号 一直持续的带风向的时候 其实才是会让整个社会 面临到一个沉沦的一个状况 我们到底真的还是要讲 麻花卷的一个情况 就是会让这个阵营 没有办法这个集中 在野的这个选票最大化 而少数执政的民进党 真的还是要认清 不要再以党义为一规 2350万人的民意 才是现在的执政者 应该要重视 而且面对的 选前黄山山喊说 柯文哲已经只差20万票了 但是事后证明了 其实侯友谊就算让了6% 柯文哲其实赢不了 柯文哲还说 四年之后 他有可能要赢得更多的认同 但是他原本的支持者统神 这一次跳出来怒劈他 他说选输就说认输嘛 不要再讲一堆插话了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因为柯文哲大家都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自己也说他智商157 所以如今发生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很怀疑的 就是说到底是底下有人 用假民调来骗了柯文哲 柯文哲也受骗上当了吗 还是说柯文哲 其实是拿他的157智商 也一起加入来骗了老百姓 柯文哲跟黄珊珊是不一样 柯文哲骗人的时候 他自己不觉得再骗人 他那种骗人说谎是已经内化了 我没有说谎 我只是没有讲真话 柯文哲是这样 那黄珊珊是知道 他这东西是有问题的 他是故意要去拉台 他不希望蓝白盒 这东西其实都有一些操作 那当然因为黄珊珊 基本上是利的 那民进党对他也非常好 在这八席不温基地委里面 他们其实是蛮养重 黄珊珊在里面起的角色 就民进党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柯文哲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柯文哲到最后有一句话 现在被大家引用 潮水退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 他说他的民调都高 那民调都高 大家各讲各的 柯文哲用那个求真 这家公司的民调 火定了其他八家的 在蓝白盒 对不对 那说他这家都准 然后嫌疾又说他这家都准 黄珊珊公布的 封关民调是多少 念给各位听 賴清德27.2 柯文哲26.9 差0.3 然后侯友宜26.4 输柯文哲0.5 那大家看嘛 所以柯文哲第二 而且只差0.3 0.3在我们选票的过程里面 大概4万多票 大概4万多票 所以柯文哲这样讲的话 大家就觉得 哇 那他很机会 机会很大 应该弃侯友宜啊 那今天票开出来 票开出来实际结果 我实际讲给各位听 賴清德赢侯友宜90万票 我讲整数 侯友宜赢柯文哲100万票 大概是这样嘛 那请问柯文哲输给賴清德多少票 190万票 那是很接近吗 当然不是嘛 即使有那么多假账号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很遵守 在公开的媒体大家都很遵守 不敢 那10天没有人敢去讲民调 可是假账号他弄了民调 这个可想而知嘛 这个绝对是挺科的假账号啊 我们柯文哲已经很接近了 只差一点点 哇 希望能够气饱侯友宜 那当然啦 他即使用这么最大的努力 其实拿到了选票 比他自己公布的 现在大家都叫假民调啦 比他公布的假民调的比例还少 对不对 26.9有吗 没有啊 你连26.9都没有 那赖清德跟侯友宜都超过你公布的 那个假民调的数字呢 是不是 所以今天 大家讲这个就会 想说 那台湾民众党 他到底还有哪些人是有公信力的 柯文哲也没有 黄珊珊没有 黄国昌也没有 那将来 如果别人要跟你合作 要怎么去合作 所以我们 现在看到了柯文哲说 四年后他一定可以拿更多 因为他认为说我现在有多少票 那四年后又兜了多少年轻人 然后我又 对不对 我这些年轻人又投我 我的票就增加了 好像 那些年轻人永远不会改 好像统神永远 想法不会变 那不是嘛 因为今天看到了 阿伯没有穿裤子 是很明显的 那原来你讲的那些谎话 假民调 今天不是说谁当战换的问题 而是你整个党 让人家彻底没有信心 没有办法跟你合作 因为不晓得你讲真还讲假 你要翻眼 自签了 你也不认账 那没有人哪里有办法 那如果做人 或做一个政党 可以这样的话 那大家都没有公信力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出名大头家 这柯文哲他说 四年之后他要再战一回 医师沈湛南就说了 在蓝白整合的过程当中 看到他 这个柯文哲给人的感觉 这个沈湛南医师说 觉得他就是毛毛躁躁 反复无常 然后选举的结果 也证明柯文哲 四年下来 结果只是增加了 三席的立委席次 其他什么也没得到 而现在他身边都是像是 黄珊珊 黄国昌这一类 比较像是很会单打独斗的人 却没有办法跟人家来共事合作 那么再加上呢 喜怒行余色 他认为如果都是这样的 幕僚组合的话 那四年之后 柯文哲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会不会永远变成是一个 选举当中的搅局者而已呢 嘉宇怎么看 当然我觉得柯文哲 作为民众党 他现在没有一个县市首长 但是在立法院里面有八席 这八席的表现 未来也会左右着民众党的走向 因为毕竟这八席 说实话 在立法院里面 能发挥到什么样的战力 那如果只是杯葛 可是却没有其他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成就的话 其实年轻人也会看 就是说 未来民众党对于相关议题的坚持 或是态度 因为毕竟时代力量 过去在立法院 不管是陈娇华 邱显志 王婉玉 其实他们的表现 其实多数也是都跟年轻人 所诉求的居住正义 或是这些理想性等等 是环环相扣 但是很可惜 他们的得票 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一次 得到年轻人的多数的支持 所以也可见得说 民众党的这一条路 其实非常的困难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拿下 执政县市 有相关的一个执政的基础的话 其实未来民众党是不是也会 随着柯文泽 陨落之后泡沫化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也都预测 2026民众党有可能 这些立委们 可能会参选县市长 但是到底参选之后的结果 又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才是 后续可以观察的重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呢 首批一年起义务役 下周要入伍 而国防部拍板说 这一男如果新训建策不合格 不但要补测 而且还取消每个月 10800元的专业加级跟荣誉价 当然大家都希望这些一男们 都能够顺利地完成建策 可是每个人的体能 跟专长都不一样 在过去两岸对峙的时代 我们的新训门槛 也没这么高啊 难道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台海情绪已经紧绷到 每个异物异一男 通通都变成要是极战力 通通都要体能100分了吗 这个孟凯怎么看 练好练满 不要浪费时间 我想如果说真的能够让 这个训练变得差时确实 落时的话 这个是好事啊 毕竟大家都希望是说 我们的异物异 不是让大家浪费时间 但是这个先决条件 不是说我训练完之后 要上战场 这是完全两码子 是大家要想清楚 我们当服异物异 是这个国人应尽的异物 每一个人 相信董哥我 我们都这个服过异物异 而且我们那时候 我自己也自豪一下 我是这个拐动士奇 宪兵第一名毕业 受训毕业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至少我们把握那个时间 而不是说只是少少落叶啦 不是说只是这边来虚应度势 但是如果说民进党执政下面 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只是为了是说 当哪一天发生兵凶战 的时候把大家推上第一线 没有前线后线之分 其实大家要知道 从选举之前 我们大概就一直在想是说 台湾如果说真的有一天 战场发生在我们的土地身上的话 任何人都是输家 因为战场没有分前线后线 台湾就这么大嘛 也因此我们真的要讲是说 兵凶战委是大家最不喜欢看到的 当然20241月13号 选举结果已经出炉了 可是赖清德既然是少数的总统 他就应该要好好说清楚 过去到现在 他所讲的任何一个状况 以及面临到相关的两岸路线问题的时候 他的路线到底是什么 应该要说明清楚 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赖清德最希望 就是撕掉他的台独标签 为什么 因为他很怕说有台独标签 而导致于没有办法 获得这个选民的认同 那现在也看得出来 有六成的民意 其实对于民进党执政 还是有疑虑的 不买单的 不认同的 而既然现在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几个部分 第一 我最近在上节目的时候 遇到绿营的这种来宾 我开始解脱